去欧洲游玩的夫妇的小孩 他是1月27号就有相关的一些呼吸道的症状 那检验出来是阳性 他现在身体状况很好 相关的症状也都消除很多 第17例的确诊个案 那就是我们在欧洲 去欧洲游玩的夫妇的小孩 他是1月27号就有相关的一些呼吸道的症状 所以我们立刻隔离检疫 那检验出来是阳性 不过他现在身体状况很好 相关的症状也都消除很多 那当然是因为严密的疫调 有这样的一个跟确诊案例的接触者 所以我们也立刻发现他是阳性 那现在隔离治疗中 这名新增的个案 他是轻症吗 还是有发烧或肺炎的症状 他现在的症状似乎是没有 那只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确诊病例的接触 所以我们再重新再做过疫调 然后再问出来 他在1月27号 在欧洲的时候 他有咳嗽 但是因为是确诊个案 所以我们马上把它做一个相关的检验 所以他现在已经是 那天第一次的时候 他们家属是无相关的症状 现在也是 所以我刚才讲说 他现在症状几乎是没有的 但是他1月27号 曾经有咳嗽这样的一个情况 指挥中心的判断 他是在飞机上 还是香港 还是在意大利可能被感染 就指挥中心的判断就好 我们认为是在飞机上 我认为是在飞机上 时代症状减转